Dang'an 大家午安,還有兩個人 大幾盒!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斯坦 那,現在想要錄一個小小的Vlog影片 因為有點久沒有跟各位這樣子輕鬆的溝通 現在我們到了瓦古夫,就是在盧布斯卡省的一個老城堡附近的森林公園 那我上次去年有來過這裡拍一個關於這邊的一個14世紀的馬爾塔騎士團的城堡的影片 那在這上面你們可以看一下去年這裡怎麼樣 今年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麼現在台灣整個是普天同慶 就是今天是台灣民主的一個大的勝利 什麼樣的勝利呢?就是韓國瑜市長被罷免了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罷免他的票就是90,000票 比他要當市長的時候還要多4萬 所以基本上台灣的民主就是這樣子 台灣人民可以相信你,可以選你 但是你落跑,你做的不好 那你就是會有被罷免的風險 那想想看中國 如果你不喜歡習近平,習近平會不會被罷免? 不可能啊,因為就是極權嘛 而且,跟你們分享一個消息 就是昨天看新聞的時候也有看到 就是中國的官方媒體 人民網有寫一篇誇獎韓國瑜的文章 然後罵民進黨的 那我覺得最近那些紅媒也一直都說韓國瑜做得非常好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讓更多的台灣人 更多的高雄人想要 就是這禮拜六,六月六號 從北部下來,然後投半秒韓國瑜的票 666非韓不投 現在已經變成666大勝 真是有趣 那因為今天天氣還不錯 然後太陽沒有很大 就決定到湖邊這邊散步 跟各位聊個天 那麼最近有一些新聞 就是阿宮阿 中國那邊開始學韓國瑜的地攤經濟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韓國瑜的政策在對岸那邊會不會大勝 呵呵呵 好,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今天的小分享就到這邊了 這邊我會放一些這邊的風景的影片 讓大家好好的欣賞波蘭夏天剛開始的一些美景 我們下次見 請耐心等候我的下週的影片喔 掰掰 我們下週的影片 我們下週的影片 我會不會訪問一下 這個影片 我們下週的影片 我們下週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